张华县卫生局8日上午在秀传医院南平大楼一楼 举办肺癌高风险家庭马上关怀计划宣导活动 全国首发启动肺癌高风险家庭马上关怀计划 由医护人员主动出击针对新发现肺癌个案 立即启动关怀计划 今年度我们的癌塞里面又加了肺癌 所以现在是口腔大肠直肠BC肝肺癌乳房跟子宫六癌 如果你符合健保署可以筛检的部分 一样癌症筛检就给100块钱 那这样的活动我们会一直到9月30号 做健检给礼券的活动会到9月30号 所以请相亲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 多来筛检 让自己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健康 活出更好的一个人生 基层诊所虽然没有低级量电脑断层的设备 我们协会也是会宣讨 跟我们的会员来宣讨 只要诊所医师遇到肺癌的病 我们都会告知这项方法计划 甚至来转介到我们实家医院来做检查 守我们每个县民的健康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 肺癌基本上跟几个因素有相关 第一个就是家族史 很多肺癌其实跟一些我们遗传的基因 有一些相关性 所以当你的家人 尤其是兄弟姐妹 父母或子女 有得到肺癌的话 那你本身可能带有这样子的遗传基因 所以你得到肺癌的机会 也相对一般人还要来得高 那第二个最主要因素 我想抽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基本上抽烟 烟里面有很多有害物质 我们都知道 里面有一些致癌的可能性 所以抽烟的患者跟没有抽烟的患者 这个过去许多大型的研究 也都告诉我们 有抽烟的人 你得到肺癌的机会 也相对的比没有抽烟的人来得更高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 你如果有家属得到肺癌的话 一等亲 现在国健署基本上是 一等亲都会免费给付做肺癌的筛检 那以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其实以现在全国这样子统计下来 大概你一百个人去筛检 大概可能会筛出三个到四个 有早期发现的肺癌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活动 对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肺癌高风险家庭 马上关怀计划 主动邀约肺癌确诊者的父母 子女兄弟姐妹等家人 男性50至74岁 女性45至74岁 安排接受免费胸部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民众可就近前往县内实家筛检医院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守护民众的健康 公益频道林义俊 张化采访报道